九龍創全港中學生契話比賽中 我自己大大話話做了差不多九年的評審 比起以往只是探討物料上 在藝術語言上 多了用不同的藝術形式 整個主題表達 我很鼓勵他們用於創作 將自己內心一些真實的感受表達出來 表演上會更加豐富和更加容易感動人 我這份作品叫做《歲月》 是版畫的形式 都是一個新嘗試 自己邊學邊看 因為是十二節氣 所以才有六幅 想記錄多點我和婆婆一起生活過的東西 最後選取了這三幅 藉著日曆去記錄一下我和婆婆一起追上的日子 這首作品是空間和空間 我想要作為一個實際的 但也很具體的例子 那會很相似 很多香港人 我試過很難 要探索的實際的 elements 像廠面和光光 我其實給我父母的照片 幫我拍照自己 拿刀 所以我可以得到整個角色的角色 我希望這個畫面更相似 而是一個未來或夢 這幅畫叫做《Sharpen to Resharpen》 這幅畫是我自己看著 一支已經刨尖了的筆 但很生氣、很不滿 想要繼續刨,想要再尖一點 比喻在意識生活中 很多人都會執著去追求完美 而陷入焦慮崩潰的狀態 令人充滿失敗的無力感 再移除無效